借這個機會跟各位報告一下 我們在過去五年間 人員國家營運計劃的一些 終體的研究成果 因為很多數據我看的不是很清楚 效果不是很好 所以我盡量用描述的 最近十年來 大家又對人員議題 產生非常歡心或是非常憂慮的 一些那種氣氛 全球就是這樣 不是因為石油沒有了 也不是因為煤塊沒有了 事實上 因為開採的技術 跟真正的技術越來越好 所發現的石油的除量 跟煤的除量是越來越多 所以議題不是在 能源就短期 長期當然是一定會沒有 但是多長期 短期之內能源會短缺的這種疑慮 應該不是這個議題 而是溫室氣體造成的 全球氣候變遷所造成的議題 才是人員現在大家討論的一個主軸 所以溫室氣體產生都是從能源的使用 尤其太陽化碳 幾乎台灣是90%的溫室氣體都太陽化碳 這些幾乎都是因為能源的使用 像我們發電用的煤跟汽車用的汽油 這些所造成的溫室氣體 所以全球都是在講如何減量溫室氣體 然後因為減量溫室氣體才導致 人員使用要傾向 非就是沒有排放溫室氣體的一些 一些能源像再生能源 或是剛剛周珍講那個核能 所以現在就是整個議題是從這個開始 這個溫室氣體的議題 現在已經蠻嚴重的就是 雖然我們現在還會聲會影的講說 颱風越來越強 然後雨勢越來越大 或是說什麼什麼 大家都還蠻心蠻意 可是很多國家已經在立法 像英國跟歐盟 他們已經在法律裡面規定 就是一個目標 2035年要達到什麼目標 然後這個目標定了 那個目標是非常的嚴苛的 就是好像2035年 我的數據不是很準確 不過我就講一下你可不可以參考 2035年像英國 2035年可能要達到那個 1990的排放標準的20%而已 我記得是這樣 講錯就大家修正 那個如果是大達90年的20% 代表說每個人 英國人 英國差不多有6千多萬 還是8千萬人口 每個人只能每年排兩噸炭而已 兩噸那個溫氏氣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一個事情 而且這個目標 你知道我們現在是每個人 台灣現在每個人每年是12噸 12噸要減成兩噸 以台灣來講要減成兩噸 然後要減掉10噸 這怎麼可能 但是英國的國家 這麼大的一個國家 能源使用量可能是台灣的10倍 然後它可以減到這樣子 而且從現在開始每年要編預算 那個預算我還記得是幾百萬英鎊 幾百億英鎊 那個是很恐怖的一個數字 而且其實是必法 每年國會要編列預算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大家現在要在談這種事情 而且你看這麼多錢投進去 光是英國就這麼多錢 歐盟也是一樣 同樣的會有一大明星會投進去 美國我想也要為人景 然後這些國家全球 這是一個全球的一個趨勢 所有的商機都會在裡面 那所謂商機在裡面說 就是說我們可能每個人的荷包 薪水收入都會被影響 而且我們的收入的改變方向 可能會朝那個溫氣減量的一大堆產業 和相關產業的變動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是 想想這個問題還蠻嚴重的 蠻嚴重的 那回想到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 那個我們真的是很難應變 我們的產業 我們的整個結構 社會結構 政治結構 或是一些法律上的一些相關的規定 都遠遠的都還沒跟上 這個如果在全球變成 如果是探稅 這個事情還在Cook 還在發生的階段 但是一旦探稅哪一天真的開始啟動 然後不曉得會怎麼樣啟動 方式是怎麼樣 假設 假設這個探稅會直接扣到每一樣的商品 電腦 手機 什麼什麼商品 衣服啊 這些都有探渡機 那每一個產品的探渡機 它都有一個標準 說你不能排放超過多少 超過多少你就要講稅 這樣我們的成本如果超過的話就會升高 如果低於這個標準的話就會降低 所以人家歐洲已經準備好了 已經準備好了 就要開始假設了 開始要看稅 他們的產品已經是below the average below the standard 對不對 所以他們一定是賺的 就是白一白的 就是你看不到的東西 它已經賺錢了 因為CO2 因為它一個產品 它就是比到這個standard 它就會賣這個quota 那我們如果above the standard 那我們這樣pay the quota 那這樣成本就沒有辦法競爭了 那當然這是我的猜想 但是如果萬一發生了 那我們台灣靠出口 找這樣的一個做的產業 那就有辛苦 那你說我們台灣最大的出口產業 就是電子產業 它會不會受到影響 電子產業像台機電 像連電 我現在什麼電什麼電 它所用的電從哪裡來 我說從我們台電來的 那我們台電手排的碳 這個煤路電 手排放的碳是多少 那就要算這個 而且 而且它算到什麼程度 你半夜用的電 是燃煤電廠的電 中午用的電 是燃氣電廠的電 所以這些的碳濤機都要記的很清楚 然後你中午用的電 那個排炭量比較少 半夜用的電 雖然電價比較平 可是排炭量比較高 所以這些都會算進去 所以 所以到時候就會 就會 我覺得就會蠻混亂的 那今天就是 郭主任請我來稍微想一下那個 我們台灣的再生人員 其實 這個 強敵這個表 是 那個我們根據那個 國家 經濟部 能源局所公布的一些數據 我們每年把它更新 那個 我要怎麼講呢 要 搖一子先滑車嗎 沒有報應 我要怎麼講 那個 其實 其實這個表 就是 嗯 嗯 要 就是 有POINT 就 比較容易 這個表是這樣 這個是 能源的 能源的 使用的 一個流向 左邊 這個表的左邊 是 我們使用的能源的比例 那個數字就是百分比 剛剛那個周主任講的 那個 第二條紅線的 1.86 這是我看到的數字 就是4點多 可能我沒有把那個 那個 傳統的那個 冠塘水利 把它放進去 所以我們在這年 事實上 只有 差不多2% 那最上面就是 那個 Nuclear Power 那個差不多占10% 那因為去年是 檢修比較多呢 還是什麼 然後數據就有點下降 然後 再下來 我講的 我講的不是電力 我講的是整個能源 包括 包括熱跟電 然後中間 藍色那一塊 就是我們用的石油 我們用的石油 占了我們整個 國家能源47.6% 可是 其中有百分之13次出口 就是我們的台速呢 台速事實上 出口了很多油 還賺了一些錢 所以 很多是在電油的過程 消耗掉了一些石油 再下面 謝謝 謝謝 處理很好 那個煤啊 就佔我們整個國家的30%左右 那大部分的煤呢 就是跑到上面去 也請到上面 右邊 這個電力的 大部分的煤呢 是用來發電 用來發電 然後請到 回到下面 然後再來就是 那個 Nature Gas 綠色那一塊就是 我們的天然氣 天然氣大部分 也是用來發電 一小部分是用來家用洗澡啊 煮東西啊 所以我們在整個往右 整個往右移好了 在最上面的右上角 對 對 再往右一點點 好這一塊 先這裡 再上面一點 對 你看中間那一塊紅色的喔 那個就是我們的電力喔 電力 然後左邊來的呢 左邊來就是電力是怎麼來的 就是黃色就是那個Nuclear 然後比如說那個淺藍色呢 就是我們的煤啊 然後9.32%那個 綠色就是我們的天然氣喔 加起來 總共41.9%的那個能源喔 可是你看這一塊呢 這一塊呢 這一塊電力喔 有25% 就是右邊一點點 25.05% 這一塊整個跑到右邊去 這右邊去是什麼呢 就是浪費掉的 就是我們本來進來的這些電力喔 到最後 事實上沒有到我們的用戶 到最後只有 左邊那塊8.82跟6.05 加起來14到15%還不知道的地方 到我們的用戶身上喔 所以 所以那個人員效率喔 事實上是一個 我們補充的一個 一件事情 一件事情 那 因為很多 很多 很多 能源從左邊 產生以後 但是到我們的用戶手上的時候 已經 層層的消耗掉 很多階段的 能源效率呢 是可以 很大幅的抵震 像 像那個 我們家那個冷氣換了 電瓶以後 那個電費又省了一百 你 車換了一台那個開Vcar 那個 汽油也省了一半耶 那個真的是 但是我覺得現在的整門技術是非常厲害 非常厲害 我以前都不是 不是 沒有 沒有 沒有直接去試的喔 但是一旦真的去買這個商品來試的時候 那真的是 神很多 黃金利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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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換了那個 有T5的燈館 從前來的日光燈燈館 換了T5的燈館課 整年的那個電費也很像省了幾次王 日光燈燈館而已 所以這些節能的東西喔 應該要政府要以鼓勵性的方式 來推廣可以省很多人員的採購 我們政府每年啊 我們國家啊 每年花1.6兆到1.7兆台幣喔 去採購那個煤啊油啊氣啊這些啊 而且到處買 去像阿國買油 去像馬來西亞買煤 去像那個塔達買氣 今天到處買 而且我們買的氣喔 都會 都會比人家高 因為 因為我們是要用液態 液態天然氣運進來 不是用那個 不是像那個歐洲大陸 直接用管線用氣態就直接送出去 我們還要變成液態 然後才用船運過來 這些成本都比別人高耶 所以 所以我們如果可以節省能源 可以節省能源 就可以節省原來的採購的成本 1.6兆台幣是多少 各位 各位知道嗎 總率算2兆 對 國價總率算2兆 總率算也差不多1.6到1.7兆 對 如果 如果 我們可以把這些 買油 買煤的錢 省下來 那我們就不用繳稅啦 是不是這個意思 這是變成最快樂的國度了 就用這個錢 來養這些公務員 養我們這些國立大學的 叉叉叉 對不對 所以這個 我們花這麼多錢 去買這些東西回來 來污染我們的空氣 來污染我們的環境 所以你看這個 所以這就叫 一趟那個 再生人員的一個 很重要的原因 我已經 贏了一致 我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